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自由之家最近新出的一个关于共产中国对全球媒体影响力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呢自由之家是研究了2019到2021年三年间 共产中国对全球30个国家媒体的这种渗透和控制的努力 以及世界各国的回应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回应 那得出的这个结论呢还是让人觉得不太乐观 那共产中国在这三年间在这30个国家中 其中18个国家都增强了攻击的力道 增强了攻击渗透这些国家媒体的力道 但是这些国家的回应呢其实相差很大 一半的国家的回应算是顽强 另外一半的国家呢就比较脆弱 那台湾呢不单是抵抗非常的顽强 而且是世界第一 是抵抗的力道是最大的 那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常常看台湾的节目的时候 也有说这种反共的媒体人 孤军奋战的这种感觉 那很多台湾的朋友肯定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真正你像自由之家做的这个报告里 它综合来看 那看到说其实台湾整体抵抗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 只是说大家身在其中 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说 怎么这里也没有做好 那里也没有做好 但是如果通盘放到全世界这个背景来看的话 台湾虽然说受到的攻击的确最大 受到共产中国的攻击最大 但是抵抗也实实在在的是最强的 那紧随台湾后面的是美国 美国呢无论是在遭受攻击 还是抵抗上面都是第二 所以说难怪台湾和美国在这个方面 那真的是一直都在互相的交流 合作学习 你像自由之家出这个报告 我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在 希望世界其他的这些 同样遭受共产中国攻击 只是力度比较小的这些 稍微小一点的国家 都来学习一下台湾的抵抗的经验 所以说这个报告呢 它其实它一方面是指出 大家在哪些方面遭受到攻击 哪些方面是漏洞 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 把台湾这个优等生的经验 来跟世界各国来分享 那关于台湾的这个报告呢 我会把它链接在我的描述栏里 那它当然有一个总的一个报告 但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 当然是关于台湾的这个报告的细节 这个报告是中文 这个报告是中文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过去看 那没有这个预言上的障碍 那我看这个报告 我最注意到最引起我兴趣的 就是它多次在多个地方 点名了旺旺集团 点名了蔡衍明 所以说这是自由之家 认证的这个匪台中天 认证的这个匪报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报告当然不只是点名 蔡衍明和中天了 但是中天在台湾来说 是最严重的 被共产中国控制的这个媒体 那旺旺集团是最严重的 被共产中国指使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商业集团 所以说呢 当然在这里面 这个旺旺集团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但是其实像很多台湾其他的 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大家觉得算是蓝莹相关的 这些媒体吧 其实在这个报告中 你都能看到说 它不只是蓝莹 很多时候 我觉得台湾的很多媒体的叙事 常常的说 这个是绿莹的媒体 那个是蓝莹的媒体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 大家可以试着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区分 就是说有一些呢 它是独立于共产中国影响力的媒体 或者你可以把它说成是反共的媒体 那另外一些呢 那是或多或少 跟共产中国有连接 受到共产中国影响的媒体 那譬如说呢 我大概看了一下 就是他这个里面举出的例子中 就提到比如说TVBS 那他们的这个频道上 就会播放共产中国制造的 这些电视剧呀 或者是制造的这些纪录片呀 或者是这些内容 就有很多 那譬如说东森电视台 跟共产中国还合拍一些 一些内容 那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 去看这些媒体 不见得每次都要说 谁是蓝营的 谁是绿营的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谁是更多的受到共产中国影响力的 我们不是说他一定是红美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但是呢 他是不是受到了共产中国的影响力 那譬如说 像TVBS啊 东森啊 你像他们既然经常的跟共产中国之间 去买这些播放的这些纪录片呀 或者是共同制作内容啊 那他们当然 其实也是受到共产中国直接的 媒体的这个影响力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那首先自由之家就提到说 就是这些看上去似乎是独立制作 你比如说拍摄的这些电视剧 他不会再抬头告诉你说 请大家注意啊 这是共产中国官方制作的纪录片 那解读的视角啊 是有共产中国的视角啊 不是台湾拍的啊 不是台湾人拍的 也不是台湾的资金拍的啊 不会有人给你出来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 我觉得就像是 电视剧的这个刚开头的时候 会有一句话说什么啊 这个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在那个位置应该写上说 此电视剧啊 由共产中国资金拍摄 那请大家注意 那如果有到很好啊 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啊 就是说台湾的这些媒体上 播放的大量的内容啊 其实是直接从共产中国这边的过来的 那或者是跟共产中国合拍啊 但是呢 并没有一个标识告诉你说 哦是这个样子啊 那你可能会以为说这是台湾的媒体自己啊 写出来的啊 是由台湾的视角出发啊 去制作的内容啊 其实完完全全不是啊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那当然还涉及到直接的这种啊 对于记者啊 对于媒体人的影响 那譬如说这里面就举出一个例子啊 是2019年的时候啊 有这个85位啊 台湾媒体人啊 无论是老板啊 还是记者啊 还是这些啊 媒体界的员工吧 那受邀到共产中国参加这个海峡媒体的论坛 那这只是一例啊 那共产中国经常呢 是给台湾的媒体人提供这样的 这个有报酬的啊 那会给钱的这些活动啊 那收买这些人呢 可以去写啊 亲中的啊 友善共产中国的报道啊 或者至少是对这些 批评共产中国人权议题 或者是批评共产中国 对台湾的这些啊 攻击的议题沉默 那所以说它是啊 无论是在啊 公司的层面 那还是在个人的层面啊 共产中国都付出很大的 努力啊 都花很多钱啊 去进行收买 但是当然啊 其实啊 自由之家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啊 其实就是啊 这个旺旺集团这种形式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他们啊 因为有共产中国的商业的利益啊 所以啊 甘于充当共产中国的打手啊 这个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啊 商业利益所导致的自我审查啊 那甚至是直接的去写啊 共产中国希望他写的内容 那所以在这个区域啊 那自由之家用的就是旺旺的例子啊 那蔡衍明的例子啊 还特别提到说啊 那整个的啊 这个蔡衍明啊 他透过法律战 去攻击抹黑 敢于质疑他的这些人 敢于批评啊 他跟共产中国之间啊 商业关系的这些人啊 譬如说呢 他还告过英国啊 这个金融时报的记者啊 当然他也告过陈宁关 那他都去透过这些法律战啊 控告啊 污蔑啊 人的人格的这种方式啊 想要去阻止啊 大家对他的啊 对他跟共产中国之间关系的这种批评啊 那当然啊 他这种行为也不是没有遭到 台湾人民的反弹啊 那你像2019年的时候啊 有这样的这个反红媒的示威啊 那有5万人啊 参加啊 那当时也是声势浩大 能看到说台湾人对于啊 这些哦 这些红媒的啊 这种啊 抵抗 那尤其是你像啊 最近啊 啊 曹董啊 那公开的说啊 大家不要再去看中天了啊 那中天是废台 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明显的啊 台湾的民间啊 对于啊 这些啊 共产中国对媒体的渗透的抵抗 那包括说 无论是啊 台湾政府在努力的通过一些法律 那去啊 想办法啊 去无论是在反渗透法呀 还是各个方面啊 希望能够去做法律上的一些 一些规定 但是事实呢 就是说 像这个报告里提到很多 大家都知道违法啊 但是仍然在去做的状况 也就是说其实 这个法律的实施是有问题的啊 在台湾有这样一个问题 譬如说呢 这个 这些 所谓的业配 这个所谓的业配广告啊 其实都是啊 违反台湾的法律的 就是共产中国这边过来的业配和广告 它是违法的啊 但是明知违法啊 其实在整个台湾的媒体业势啊 长期存在啊 长期啊 广泛的存在啊 共产中国透过这个 赴业配啊 广告的方式啊 来啊 让啊 台湾的这些啊 媒体啊 去刊登共产中国的这些宣传内容 宣传品啊 那所以说呢 这个法律本身啊 台湾的政府虽然在努力啊 但是呢 这个法律的实施啊 有的时候是有问题 那同时呢 台湾政府现在啊 努力在推行的一些法律啊 有的时候也没得到啊 全社会广泛的共识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啊 像国民党啊 这些啊 在野党的这些激烈反对啊 那台湾的民意啊 以我的观察 台湾的民意也并不完全的支持 那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样的法律有可能会对啊 自由的言论有限制 那我觉得这种说法啊 很明显是啊 对于台湾的媒体啊 很大程度上受到 共产中国的影响的这个认知是 可能是有一点偏差啊 有一点偏差啊 那你这是捍卫自由言论的一种举动啊 那共产中国收钱啊 买到这些人啊 去说这些啊 共产中国的这些论点啊 这本身就是对自由言论 极其重大的伤害啊 极其重大的伤害啊 自由言论不是说你说什么都行啊 自由言论是说你在啊 自我的意志下 你出于自我的意志说什么都行 不是说你收钱说什么都行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 大家不会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 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啊 如果我说我透过我自己的思考 我得出这个结论啊 我说出我的意见啊 那你说什么都是可以的啊 这是自由言论呢 但是说我收了敌国政府的钱 那说敌国政府的观点 这是对自由言论莫大的伤害啊 这是对自由言论最大的伤害 因为这不是自由啊 你金钱买来的那怎么能叫自由言论呢 所以说你不去管控这个部分啊 那你就是在放任啊 台湾的自由的言论啊 遭受伤害啊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啊 是说不通的啊 当然很多细节啊 大家可以来讨论啊 但是说不是说去啊 抵抗共产中国对媒体的入侵啊 对媒体的渗透啊 这就是伤害啊 言论自由 这个是完全倒过来的啊 你不去抵抗它 你才是放任对言论自由的伤害啊 那包括说提到说 台湾社会里面这些 无论是言论的这个 这些大家本身啊 已经有一些经验 那可以呢 去进行一些 媒体的识读能力的一些提升 大家在这个方面啊 台湾人其实在全世界 应该是走在前面的啊 就是自身的媒体 识读能力的这个提升 包括说一些事实核查的网站啊 这些企业 他这方面的努力 那包括说那这些媒体 有一些媒体啊 开始试着去用这些捐款 那这些方式去运作啊 而不是透过有可能啊 有一些商业的目的啊 的这些企业啊 来进行投资的这种方式去运作啊 因为啊背后如果有商业的这种投资啊 那这些商业啊 就很有可能受到共产中国这边的 他的这个经济往来的影响嘛 所以有的媒体开始试着透过说啊 这些支持者的捐款啊 在啊生存啊 譬如说我知道像报道者啊 这样的媒体啊就是这样 那这也是另外一条道路 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报告啊 那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啊 我觉得他把整个台湾媒体业 受到共产中国的渗透啊 以及台湾社会的抵抗啊 非常非常清晰的梳理了一遍啊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报告啊 那因为我也记不住那么多内容 我这里其实只是把我感兴趣的一些细节 跟大家再分享啊 那我真的很推荐大家过去看一看啊 大家看完之后会对台湾的媒体环境 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啊 就像我说的啊 很多时候大家不要以蓝银和绿银啊 来认识这些媒体啊 那蓝绿啊 那至少都是台湾的啊 政治的这个版图的一个划分 那但是现在台湾是有啊 共产中国这样一个时刻啊 要来毁灭台湾啊 消灭台湾的这个力量 那很多时候大家更多的 应该先看看说它是啊 它是多大程度啊 受到共产中国啊 的影响 我觉得这一点啊 是至关重要的啊 那如果拿着这样的一个 一种啊 标准啊 来检视台湾的媒体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对台湾的媒体啊 会有一个更新的啊 更啊 本质的一个认识 因为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啊 就说蓝绿之争啊 已经在往后退了啊 台湾真正的这个啊 这个啊 战争啊 其实不在蓝绿之间 我相信大家看得越来越来越清楚啊 那蓝绿之间的这个问题啊 根本不是啊 现在台湾啊 台面上啊 真正的问题啊 那就好像说 真正在攻击台湾的政府的啊 破坏台湾的外交努力的啊 那撕裂台湾社会的啊 不是蓝啊 也不是绿啊 不是蓝也不是绿 是红 是红啊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到啊 那你像自由之家就提到说 在整个疫情期间啊 共产中国每个月啊 都啊 去发动啊 数十个啊 这种活动啊 去啊 抹黑啊 台湾政府的这个 在啊 防疫上的努力 包括现在啊 在炒作这个疫苗的这个问题的 大家想想啊 它不是蓝啊 它是红啊 它是红啊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啊 是要重新的来检视啊 在这些领域的这些共产中国 它的影响力啊 共产中国发动的攻击啊 大家要以另外的一个视角 来看发生的事情啊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 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